大家好,我上個星期六在九龍塘疫苗注射中心打了我第一針的新冠疫苗 我就是打復必泰 其實過程都相當很快,當日不是很多人打了,我看應該是三四十人之內 整個過程都是九個字左右就可以完成 去到時會有護士帶你和你對文件,問你有沒有病歷,有沒有敏感,適切的儀防措施先做 那些老人家也不少,有些老人家去打,護士都很好,都會問老人家,你知不知道今天打什麼疫苗 我旁邊的老人家就說,我來打伏爾泰,我真的沒那麼厲害,不會打伏爾泰 伏爾泰很久都不在了,我都很尊重伏爾泰,不敢打他 其實過程都不是那麼令人害怕,接著打針,過程都很順利 打下去的時候,可能那位護士很專業,打下去又不是特別痛 打完,如果你沒有什麼特別敏感的病歷,都是給你一個地方 坐十五分鐘,九個小時就有護士告訴你,可以走了 打完了,我算是很幸運,打完針又不太覺得有什麼特別 有些人說發燒,頭痛,發冷,作嘔,我真的完全不覺得有 針口是有點痛,不過打什麼針都痛,打流感針都會有點痛 我就不覺得他比打流感針痛,完全沒有特別 我有親戚,即是老人家,初頭你知道現在消息這麼多 大家都很害怕,老人家也更害怕,之前他也很忐忑 但他打了,打了又真的什麼事都沒有,他也沒有什麼副像 白白虛驚一場 其實幾個月之前,疫苗還沒出現的時候,我也拍過一段影片 就預計過,當疫苗推出之後,一定會有這個消息 就說,打了疫苗之後,有些人發生什麼事,發生癌症,發生症癌症,發生症癌症 很常見的,因為以往我們對任何疫苗推出都是有這些問題 但當然,在一個大家信任的程度很低的環境裡面 這些理論就更加有市場,因為大家都不相信大家 這件事當然是非常不幸的 好了,講一講關於指引的方面 其實每天聽新聞,好像都有些新的指引出來 有些指引,好像聽起來互相矛盾,大家真的無所釋從 我覺得以復必泰疫苗來計算 幸好,它又不只是我們香港來打 Balintech,或者Visor疫苗,或者復必泰疫苗都一樣 在世界各地,很多地方都打了幾千萬劑 所以在美國,在CDC的網站裡面 其實都有很清晰的關於打這個 Balintech疫苗的清晰指引 比較近一點,大家如果可以參考一下 例如新加坡,新加坡政府的網站 也有提到他們在打Balintech疫苗的指引 我把連結放在影片下面說明 大家有機會可以去看清楚 如果不懂英文的話,可以叫年輕人、子女 去解釋給你聽 簡單來說,絕對不能夠打的就是 對疫苗本身有嚴重的過敏反應 例如打了第一針Balintech之後 打了第一針復必泰之後 就馬上腫了,氣喘,要馬上打解藥 或者送去醫院 如果你打了第一針是這樣,絕對不應該打第二針 第二針,或者針裡面任何一種成分 尤其是我之前的影片都說過 例如Balintech裡面有PEG 有這種物質 如果你對這個PEG 你已經知道你以前對這個PEG 是有敏感的了 即是有敏感科醫生 或內科醫生說過 你對PEG有敏感 一定要小心的話 你就不應該打 因為這個疫苗裡面有PEG的成分 再者就是 如果你曾經有過任何的嚴重過敏反應 未必一定是疫苗 你可以是疫苗 可以是打針藥 可以是吃的藥 甚至乎是你吃的食物 或者是你被昆蟲咬到針了之後 曾經有過這些嚴重過敏反應 不是普通過敏反應 大家知道 不是說我出一點診 不是那些 而是眼腫、臉腫、氣喘、暈、血壓低 要入醫院那種 這些都要小心 如果你真的有這些情況 那些情況 絕對打之前 一定要問醫護人員 就這樣 比較美國和新加坡的指引 其實新加坡比較緊 好像比較多的限制條件 新加坡也建議 例如有些嚴重抵抗力弱的人 都不建議打 這方面 美國那邊 沒有說得很特別 很清晰 我想都是看 individual case 各個不同 實際上 這一組人 包含的人的光譜 相當大 例如有些人 是有癌症 在做一些治療 例如在做化療 免疫治療 標靶治療 就是電療 那些 也包括一些免疫系統 有病的人 包括HIV 就是愛知病 有些 例如 紅斑狼瘡 各樣這些病 其實這些人 用的治療有很多種 有些會影響免疫系統 多些 有些就沒有那麼多 例如HIV 就是愛知病病 也都好看 他身體裡面 免疫的指數 是高還是不高 而決定到免疫是否強 所以我建議 如果你真的有這些病 最好最好 就是問你 比如說 腫瘤科 或者免疫科的醫生 看一看 你自己的情況 是否適合打 好處是否多於壞處 那就最清楚了 好了 至於大部分人 最關心的 例如有糖尿 血壓 肥胖 這些高危因素 應不應該打 其實 一般來說 如果有這幾樣東西 肥胖 血壓高 糖尿 你患上新冠肺炎 之後的風險很大 你是嚴重 要入院 甚至死亡的個案 會比一般人多 所以很明顯地應該打 但是 如果你的糖尿 血壓 肥胖 那些 是不受控制的 譬如說 你糖尿高得很厲害 二十三十 血壓高得很厲害 下下二百多 即是高到一個地步 就算你打不打疫苗 都可能要即時 接受醫生的治療 即時 要入院 去處理好他 那些 那些 因為情況 最好 就是處理了 控制了之後 等到穩定了 先打針 就比較好一些 因為大家知道 打了針有部分人 例如說 會發燒 有些反應 這些反應 有機會 例如說 可能令到血壓更加高 那你就增加了心血管疾病 病發症的機會 還有 就是說 如果你糖尿很差 如果你發燒 那又可能令到那些 血糖更加高 那又會影響其他東西 風險就大了 就是這樣的意思 但是一般來說 大家可以放心 就是說 BioNTech Pfizer 或者 復必泰疫苗 在研究階段 已經包含了不少這些 有糖尿 有肥胖 有血壓的人 在裡面 那些人當然是比較穩定的 那些 那些人 就打了針之後 看不出有什麼特別大的風險 也都是那個保護效果 就是打完針之後的保護效果 也是不錯的 那所以呢 如果你雖然有血壓高 糖尿 或者肥胖 這些高危因素 如果控制得穩定的 醫生都說你穩定的 可以的 那其實呢 打針 是有好處 那當然最後 都要提一提 很多人會擔心 挪威那些 那些 當日有很多人打了 很多老人家打了 就不會過了生的 那些呢 大家要知道 那些 所有人 都是一些 住在院舍 那些 本身呢 本身呢 就已經是非常之虛弱的人了 那他有很多其他的病啊 本身呢 那個預計的壽命 都不是很長的 那 大家都知道呢 如果 你打了針 選擇這個群組的人呢 那 譬如說打了針之後 又是了 如果他有少許反應 譬如有發燒 那 可能呢 如果他本身有心臟病的 那就一發燒 那就心跳得更加吃力的 那變成了 可能會增加了危險性 那 如果 譬如說 有些老人家已經抹期的 譬如說 一些 老腿化症啊 吞咽也有困難的 如果打了針之後 有嘔吐啊 嘔吐的時候 可能呢 就有一部分 嘔吐物呢 就吸了肺 那裡引起肺炎 也都是 在老人家裡面 是相當危險的一件事 那所以 如果真是一些 非常非常虛弱的老人家 已經是 很多 末期的病症啊 即是 預計壽命都 很短的話 那當然 也都是要重新考慮的 那當然 很多老人家 是很聰明的 行得走得 又去神魂 又去飲茶 打麻將很聰明的 那其實呢 如果那些病 即是 那些糖尿血液控制得好的話 那其實打針當然好 不打針 那希望這段影片 可以解釋到大家 一部分的疑慮 請你留言 點贊 訂閱 多謝大家 拜拜